原来林小姐还记得自己是代言人 你看看 完了完了 这下惹祸了 要不我先道歉 这个 对不起 我不知道我被拍了 我只是去做兼职 其实 对不起不知道 下面是不是说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去做兼职是为了给我弟 一边做着换真的代言人 一边做夜长女郎 林小姐 你是有多缺钱 你这话什么意思 既然林小姐这么缺钱 那我就给你个赚钱的机会 我正好需要一个不谈感情的女朋友 你是想包养我 你们有钱人就是想家里红旗不打 外面采旗飘飘 你这样对得起方小姐吗 你可以不给我钱 也可以瞧不起我 但是你不能侮辱我 第一 我和方桥并没有男女关系 我也不会和她结婚 第二 包养这个词似乎对林小姐条件不是很相符吧 那你什么意思啊 你刚才说的话是逗我啊 就算我缺钱 也不会到出卖身体和出卖感情的地步 再说了 就算卖也不会卖给你这种冷血霸道自以为是的神经病 你就应该穿越到女权的世界去虐一虐 好好支持你直男癌的保鲁 林小姐 有的时候装过了 就没意思了 是挺没意思的 这个疯女人 言自诚果然没说错 女人心虚的就爱动手 曼吉 你把林璐的详细资料调出来给我 好的 不见棺材无落泪 看得到时候还怎么狡辩